南北朝宋齐良臣四朝,四位开国皇帝都非常有特色,基本上都是各自朝代的巅峰,那么如果纵向对比这四位,其间有无高下之分呢?我们不揣冒昧,从各自的时代背景入手,看看他们各自的成就如何,读历史,明事里,大家好,欢迎订阅爱史说! 宋五帝刘裕,南朝的第一个朝代是刘宋,他是由刘裕建立的南朝的第一个朝代,刘裕自然也就是刘宋的开国皇帝,刘宋是南朝四个朝代中存在时间最久的一个朝代,足足存在了59年,这是其他三个朝代所不能比的。 同时,刘宋也是四个朝代中地域最广,实力最强的朝代,不过刘宋更换皇帝的程度却也是非常快的,平均每五年多就要换一个皇帝,导致刘宋短短59年就经历了十个皇帝的执政,刘宋的开国皇帝刘裕,无疑是个天才,要不然,他也不可能建立一个新的朝政,他建立刘宋,并且称自己为五皇帝,史称宋五帝,说起刘裕,他和汉高祖刘邦竟然还有着血缘关系, 他是刘邦的弟弟的第二十二十孙,虽然经历了这么多年,但是总归还是有着血缘关系的。 刘裕重现了先祖的伟绩,成立了刘宋,他在位期间就开始为了刘宋的发展而努力,先是将东晋遗留下来的土豪乡身都打击了一遍,又颁布了很多有利于百姓的法令,减轻了百姓很多负担,后世称刘裕的行为叫做一稀土断,这也是刘裕最有影响力的功绩,之后更是整顿了官吏, 将贪污腐败的官吏统统斩杀,并且严厉禁止这种行为,这让刘宋发展得更加繁华了,也让刘宋的百姓对朝廷更有亲和感,为了发展人才,也是为了能让百姓中的有才之人能获得晋升的机会。 因此,刘裕特别注重韩门的人才招募,并且制定了依靠军功获得职位的条令,这条令也让韩门真正有了掌权的机会,在四位开国皇帝之中,刘裕的实力排在第一一点也不过分,不过还是要看完其他三位皇帝的功绩才能做出判断。 其高地萧道成,南朝的第二个王朝是南齐,他是由汉朝相国萧和的后代萧道成建立而成的,该说不说,萧道成也是祖上阔国,他也没有辜负祖辈的名望,祖辈最高坐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国的位置,而他直接更进一步,成为了皇帝,南齐是南朝的第二个王朝,他也是四个王朝之中存在时间最短的一个王朝,仅仅存在了二十三年,并且,这二十三中,经历了七位皇帝。 皇帝的执政,换算下来三年多就要换一个皇帝,这比刘宋还要频繁,南齐的开国皇帝萧道成是好高皇帝,史称其高帝,萧道成也是一个好皇帝,从小就对百姓的悲惨遭遇十分心疼,尤其是刘宋后期的荒诞景象,萧道成本来想做一个文官,但是他也意识到手中的笔不能为百姓讨一个公道,因此就气文从武了。 后废帝刘宇更是荒诞,萧道成凭借自己的手段成为了刘宋王朝之中的权臣,但是有一天萧道成正在府中睡觉,没想到刘宇竟然闲得无聊,来到了萧道成的府中,并且用建设他的肚脐,有了这次经历,萧道成知道,再也不能辅佐这位昏庸的皇帝了。 之后在七夕的时候,刘宇外出,更是命令一位大臣看见牛郎之女相会的时候告诉他,可是牛郎之女本就是虚构的,大臣怎么会看见呢,刘宇摆明了是要杀这位大臣,大臣心中也明白,为了不死,他只能先一步将刘宇杀掉。 之后又拥护萧道成称帝,萧道成是一位贤君,他不仅加强改造了建康城的国防实力,还在文化方面有着卓越的贡献,根据历史上的记载,他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,还是一位围棋大师,并且还是第一位写出奇书的皇帝,萧道成的称帝之路完全是被破的。 如果不是皇帝昏庸无道,萧道成也不能最后选择自己成为皇帝,他的贡献在历史上也是不可磨灭的,梁武帝萧衍,梁武帝萧衍的人生最为传奇,他家的萧氏,与萧道成本是一家,只不过关系较远。 萧衍为人气度红远,文采武功,在南齐末年都是一等一的人物,净凌王萧子良西底八有,萧衍为列其一,与当时最顶尖的文人唱贺产经,堪为一时之盛, 与刘裕相比,萧衍气度不相伯仲,武功或许有所不如,但文采、政略、眼界,比刘裕更有过之。 萧衍在南齐之末执掌雍州,与其凶萧衣都是地方实力派,其帝东昏侯萧宝卷诛杀各地的实力派,萧衣不幸罹难,萧衍以雍州数千之重,决然起兵反齐,经过数场大战,迭克荆州、影州、江州与扬州,硬碰硬地击败其朝军队。 夺取天下,这比萧道成的台服、兵殿来得更难,燃萧衍的过人之处,不光体现在开国历程上。 由宋中叶以后,北魏逐渐崛起,南朝逐渐丧失河南与淮北的土地,山东半岛亦丧失殆尽。 宋末,南齐对北魏几乎无一胜计,这种军事上的颓势持续到梁朝初年。 北魏趁南梁开国立足未稳,对益州、荆州、清徐展开全面进攻。 一时梁朝东西数千里国境线上处处文景,新生的梁朝几乎要被北魏扑灭。 关键时刻,梁武帝以超凡的战略,启用曹景宗、维瑞、马仙拜等名将,采取以两槐为重点。 金义为辅的战略安排,对北魏发起局部反击,北魏看似颜面千里,威势夺人的攻势。 迅速被梁朝有针对性的反击打乱部署,北魏为了应对梁朝强有力的反击,暂停了益州和荆州方面的进攻,把主力调至淮河一线与梁军对攻。 虽然梁朝一度因准备不足丧失授扬,但梁朝接连取得合肥之战、中离之战的辉煌胜利,不仅国防线稳定下来,还极大打击了宋末以来为军嚣张的南进之势。 从此,南北形势稳定下来,我们不能苛求梁武帝像宋武帝一样进行弃吞万里的北伐。 毕竟两位皇帝面对的敌人不一样,刘豫时代,北方列国伶俐,北魏,后勤,大夏,南烟彼此制衡,互为仇敌,北方力量极大的被削弱了,因此刘豫能各个击破,连破列国。 极致梁武帝时代,北魏已经统一北方多年,且与刘宋经过数度大战,不仅巩固了河南的土地,还在频繁的战争中摸透了南方军队作战的套路,熟悉了南进的线路,对南方各个战役方向的要塞群,防守态势也都了如指掌。 更可怕的是,北魏帝国经过汉化,已经成为高度封建化的成熟大帝国。 具备强大的国防动员能力与军事支撑系统,其力量远远超过当年的南烟。 后勤,想要迅速打败北魏,即令刘宇重生,也难以做到,但梁武帝仍在不可能中,实时运筹,念念不忘北伐,他利用北魏六阵起义,东西魏分裂之机,多次派军队北伐,特别是陈庆之北伐一役,梁军居然趁虚打进洛阳,把北朝打出一身冷汗,这个成绩也是相当难得的,这是梁武帝执政前半段,基本以胜利为主。 然而,我们也不能无视他的失招,萧衍是中国历史上第二高寿的皇帝,活了86岁。 陈庆之北伐后十余年间,他已步入古西之年,身体衰迈,经历大减,对本国朝政,对北方政情变动,对军事形势上的变化,已然失去了应有的政治敏锐。 他把过量的精力用于离政佛道如三教关系上,大力推崇佛教,造成了意识形态上的混乱。 宗室政策上,他也犯了矫枉过正的错误,宋旗两代都实行过惨无人道的宗室大屠杀。 梁武帝成于南齐宗室薄弱,对萧梁宗室子弟抱以极大的宽容和优待,不仅赐予萧氏子弟巨量财富,还重拾藩王长兵的老路,让他的儿子。 孙子,侄子们相继到荆州、益州、雍州等大州担任次使,掌管益州军政大权。 刘宋时代藩王拥兵对抗中央的事实已经成形,最不该的是,梁武帝在继承人问题上也犯了糊涂病,他的长子萧桶去世后,他怕立敌长孙会引起年长的儿子们变乱,因此放弃敌长制,立第三子建安王为太子。 这一招直接导致敌长系孙子们与幼子们的不满,他们都对皇位有了野心,这个问题与藩王长兵问题混在一起,成了梁末国家分裂的祸根。 东魏爆发侯景叛乱后,梁武帝错误地认为这将又是一次北伐的好机会。 他一边派萧渊明北伐寒山,一边接受了侯景的投降,事实上,侯景叛乱之时,东魏国力正值鼎盛,东魏军队战斗力极其强悍,在这种时候进行北伐无疑是失误的。 萧渊明是个顽固子弟,并不适合担任统帅,结果梁军在寒山遭到惨烈失败,侯景受此战刺激,萌生取梁朝而代之的野心,他仅以八百残兵发动叛乱,造成连绵四、五年,造成惨烈人口损失的大乱,梁武帝父子都被侯景俘虏于建康台城。 这场猝不及防的失败,也彻底引发了梁朝的内乱,梁武帝被俯潜。 自我评价说,自我得知,自我失知,亦附和恨,侯景之乱的发生本可以避免,只消再过几年,梁武帝或许便能寿终正寝,届时史书上必定会留下一个相对清明,相对强力的皇帝的背影, 亦如汉武帝,清乾隆帝,只可惜,自作孽,不可活,陈武帝陈霸仙,陈霸仙是江东本地人,武将出身,与前面几位相比,他的出身更低,起家过程也更为艰难,陈霸仙早年一直在低级军官徘徊,阳墨侯景之乱中,他迎来了机会,他坚持举起率兵秦王的政治旗号,在广州打击割据力量,赢得了各方的尊重,陈霸仙为人极有心胸, 善于从敌队阵营中争取人才,收为己用,他麾下的大将侯安都,侯天,张昭达等人都是俘虏的降将,陈霸仙在梁墨岭南乱战中逐渐崛起,积聚起了一支五万人左右的军队,之后,他便义无反顾地北上原就被侯景占据的建康城,并声明接受江陵的梁元帝的领导,这个蒋大局的举动使他赢得了更大的威望,也为他在梁墨的争夺中逐步走上了政治制高点,陈霸仙和梁军 军大将王僧变联手消灭了侯景,光复了健康皇城,声望达到极点,偏在此时,江陵的梁元帝政权被西魏消灭,王僧变又企图接受北齐送回来的萧渊明,而废去原本拥立的梁靖帝,这一举动惹恼了陈霸仙,陈霸仙举兵袭杀王僧变,坚持福利梁靖帝为主,对北齐实行坚决的军事反击,硬气的陈霸仙 最后幸运地击退北齐军马,建立陈朝,但他面临的形势实在过于艰难,彼时因为侯景之乱,北方的西魏,北齐两国趁火打劫,陈朝国防线已退至长江,天贤与敌共有,防守形势非常不利,北军动不动就沿江威胁 西边的益州也被西魏趁乱夺取,南朝内部还存在着严重的分裂,原梁朝故江王林占据着江夏以西的近一半领土,并且连番派兵沿江东下,企图与陈朝决议雌雄,陈霸仙一边苦苦支撑着长江防线,一边派兵与王林决战,国势之危,严重考验着陈霸仙的能力和信心,但就是在如此情况下,陈霸仙再度挫败北齐十万大军的南法,在敌军已经逼近健康城, 的情况下,上演惊天大逆转,消灭近十万北齐大军,使北朝不敢轻易南下,西面的王林也在陈军的打击下无法前进,心浮气躁的王林最终在五湖水战中被陈军击败,南朝半壁江山经过十多年惨烈内战,终于在陈霸仙手中恢复为完整的版图,陈霸仙当了皇帝也仅两年有余,从他起兵北上,到建立陈朝,直至去世,可以说一直处于非常严峻的形式, 他面对的敌人一个比一个强,自己从未取得力量上的优势,陈霸仙虽然没有打出宋五帝北伐,阳朝中离之战那种酣畅淋漓的大胜,但他东西奔走,永不言败的精神却独占一份,比前三朝开国之军不遑多让,如果你也喜欢历史,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,记得顺手点个订阅,你小小的订阅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, 请不吝点赞 订阅永远